离海的早晨 忙碌而充满生机 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 则是小成人出门前 对自己最好的鼓励和打气 这是许佳琪的妈妈 我们来的时候 她正在准备着早饭 这是冰冰的照片厂吗 对 谈及女儿 许妈妈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许佳琪在林海出生长大 怀揣着对舞台的梦想 于2012年加入了女子偶像组合 SNH48 八年的偶像生涯中 许佳琪参加了六届总选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7256票 Team S2 许佳琪 接下来第十一位 她来自SNH48 Team S2 许佳琪 排名第十位 她是来自SNH48 Team S2的 许佳琪 排在第七位的成员 来自于SNH48 Team S2 许佳琪 排名第七位的成员 来自SNH48 Team S2 许佳琪 很幸运地得到了站在舞台上的机会 然后也非常感谢公司 谢谢 2017年 许佳琪以SNH48 7Sense A's小分队成员身份出道 随队斩获多项国内外音乐奖项 并参演了多部偶像剧 现在 因为青春游女二节目中的出色表现 许佳琪收获了更多关注 这次她参加那个青春游女节目 然后这几张照片我看得蛮好 来 我们先过来吃饭吧 先吃早餐 哇 早餐好温顺啊 姨 来吃我们林海的那个豆面碎 透过豆面碎上方的热气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妈妈对女儿的思念 阿姨 刚才看到那个房间里面 有一面十佳琪的一年期啊 很大一面 那个是十佳琪的房间吗 也算是吧 因为她一年到头就是来家 回家也来不了几天 一般回家的话都是跟我睡 然后这个房间就也一直都是空着 佳琪工作繁忙 很少回家 大部分自己的物品都在上海公司 之前有带回来一些粉丝送的物件 她一直都很珍惜 也都一直保留着 有小娃娃 应援服 还有满满一箱的应援物 然后这些扇子 她的应援会 真的都很用心做了很多的周边的 东西 佳琪说 她一直在等待粉丝 说她值得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 在她心里 最美好的事物就是粉丝的爱 她很珍惜和感恩每一位支持她的朋友 这第二年的总选 就是印象很深刻 佳琪那个时候回来 她的名字叫徐佳琪 然后就是这些粉丝的爱就给她一个坚持 对了她很大的安慰 对对对 现在还能够记得她看这些新建的时候 那种流泪的那种人情 在佳琪最难过的时候 也是粉丝给她力量 让她继续拼命地往前冲 佳琪小时候就特别会按打扮这样子吗 她就是爱臭美吧 这个是她读中专的时候 徐妈妈透露 佳琪从小就爱打扮 典型的小女生性格爱臭美 我们平时看到的佳琪 是一种成熟女人的妩媚和性感 尤其是在舞台上 就更是耀眼夺目 这个是在东湖拍的 跟她的这个表弟 但是在妈妈眼里 佳琪还是那个在长城上 在东湖边 撒娇着走不动要抱抱的小女孩 把佳琪的小宝贝Q蜜 挥一下 我们就去逛两海逛一下 这是佳琪的Q蜜 对吧 小Q蜜 佳琪 她这次去参加青春游女二节目 因为长时间照顾不到她 然后就转车把她从横店打滴过来 送回家的 当天就只跟我吃了个饭就回去了 然后现在我就像照顾 小时候的佳琪一样的照顾她了 然后Q蜜也在陪伴着我咯 好了 那妈妈要出去了 你在家里乖一点 好了 那我们走吧 马上就到佳琪的学跳舞的爱瑞克舞蹈 是在这边里吧 就在这里 然后你看这里是东湖 我们临海的风景 一个旅游风景的名片 风景也很好的 它油船是可以滑的吗 可以滑可以滑可以的 景色是真的好看 以前佳琪也会就是 星期六星期间不读书的时候呢 有空的时候也会去这里游玩一下 你看这里就是 佳琪小时候学跳舞的地方 就是我们临海市文化馆楼上四楼 舞蹈教室 舞蹈教室位于临海市文化馆的楼上 经过临海最美的东湖路 小时候 外公就常常带着佳琪走在这条路上 外公在等佳琪的时候 就会去旁边的临海市图书馆看书 很多时候也会带上佳琪 一老一小 享受这份来自临海古城里的阅读时光 我小时候跟佳琪讲呢 佳琪就说 妈妈我这么喜欢跳舞 那肯定是有你的基因啊 我说对对对可能可能 徐妈妈年轻的时候 是临海市文化馆舞蹈协会的 那时候文化馆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 徐妈妈在工作之余都会参加 也会带着佳琪去比赛 耳濡目染下 佳琪爱上了舞蹈 徐妈妈到现在讲起这段往事 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的 只有她最清楚 佳琪这一路走来的酸楚 也为她现在的小有成就而感到开心 跳舞到为止 谢谢大家 这个地方你看 佳琪跟她外公都经过这里 然后都每一次走到这里 都会跟佳琪说 这位爷爷是她的老师 是佳琪外公的老师 朱喜先生是中国有名的蛤蟆博士 事业有成之后回到家乡做贡献 在老家创办小学和临山农校 外公也一直以朱喜先生为荣 从小就教育佳琪 你要好好读书 努力工作 以后学成归来 也能为家乡做点事情 佳琪可能小时候也是会受她 外公的一些影响 那我觉得佳琪已经做到了 现在这个 没有 她也在努力吧 就是她是会 努力地朝这个方向去做 希望能够有一天 也有能力帮到家乡 外公的教会 佳琪一直记在心里 现在的她也是一个特别努力 特别勤奋 然后爱唱歌 爱跳舞的女生 她小时候是学舞蹈的 学芭蕾的 爱臭美 对 然后她觉得自己 哎呀 看镜子也挺好看的 哎呀 我以后长大了 我也要想去当演员 我要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上镜 就是那个时候 她可能就是有内心有补 上镜心在那里 这是佳琪小时候读的小学 是临海浙商小学 是我们临海最好的一所小学 那我们家以前就是小时候 是佳琪住在这后面的 所以这一块是佳琪小时候 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到六年级的时候呢 就开始转学到上海 去学吧 谢谢 紫阳街作为地标性的存在 不仅本地人喜欢去 外地游客更是慕名而来 临海的小食之多 在临海小吃大全中 列出的就有141种 这个呢是临海 非常有一个典故的一道菜 是临海的糟羹 这个呢 来我真给你吃 这个是佳琪比较喜欢吃 说到糟羹 它是台州传统食物 元宵全国各地 大部分都吃汤圆 而这里吃糟羹 糟羹的历史与抗窝名将七级光有关 边吃边了解这个故事 了解临海的文化 海苔饼是临海比较有名的小吃 很多游客都会在临走的时候 买上一些带回家 给亲朋好友 所以在紫阳街 经常会看到排起来长长的队伍 佳琪每次回临海 都会来吃上一口 佳琪在公司第二年的时候吧 就是总选比较失利了 那一年她就比较伤心 状态就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让她说 我说你请个假吧 徐妈妈回忆说 那是佳琪出道多年来 唯一一次因事情嫁回家 那次在家 她因为二选的失利异常伤心 总躲起来偷偷抽气 却不敢发出声音惊扰到妈妈 但在小城的疗愈下 佳琪也重新振作 也将在临海的生活 通过微博分享给了粉丝 这里是经常我会来的 然后看到这两块石头吧 我就会想起那个时候 佳琪坐在那里 就是在这两个石吨的路口 徐妈妈替佳琪留下了这张照片 古长城的江南秀气 被四周的绿树烘托得恰到好处 佳琪也会带着朋友来领海 她很乐意把自己的家乡介绍给大家 也喜欢在社交软件上和粉丝分享自己的家乡 这里就是临海江南长城的天坛 对 佳琪就是那天就带朋友过来 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腾空舞蹈动作 那一年佳琪就是带她朋友过来 就在这个位置拍过一张照片 为了表示对女儿的支持 徐妈妈也特地在之前 佳琪拍照的地方留影纪念 临海的江滨路 夜暗的防红坝上最热闹 桥上车来人往 岸边江水向东 05年的那个傍晚也是在这里 承载着佳琪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 那时候 11岁的佳琪考上了上海舞蹈学校 要离家去上学 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 徐妈妈询问佳琪是否一定要去学舞蹈 一方面是对女儿离家的不舍 另一方面又因为学舞蹈开销大 徐妈妈就给了佳琪一个选择 一是放弃 二是卖掉现在住的房子 送她去学舞 年少的佳琪一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舞蹈梦 以至于在后面的时间里 她花费了比别人更多的汗水 才换来了些许鲜花和掌声 她的人气还在上涨 你站在梦想的一方 你的故事才会延续 许妈妈原先在江滨路对面 经营着一家小咖啡店 关于那段在咖啡店里的时光 就像是林海人 在炎炎夏日喝上一口冰镇的草壶 这是他们的共同记忆 怎么说呢 一个人来上海这么久了 我真的超级想我的妈妈的 然后妈妈呢 因为接下来我也有小分队的训练 然后妈妈也说会过来陪我 妈妈 我爱你 简单的一句话 无形中成了他们的约定 许妈妈依然在背后 默默地支持着她 就像曾经那些 无数个林海的夏夜一样 没有风 我也爱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今夜不睡觉 爱照镜子打扮的Kiki 徐佳琪 漂亮 录制当天 正好改善青春有女二 第二场公演舞台的播出 许妈妈找来自己三十多年的好友 一起收看这期节目 为佳琪加油打call 尽管佳琪不在身边 但佳琪在远处 温暖了她身边的生活 许佳琪加油 去了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